正如我在周五的视频中预料的那样 周一的A股进行了惨烈的下跌 有4000多家股票翻绿 仅有五六百家是翻红的 那么这个创业版的指数下跌了1.9% 那么同时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 北大升到了7.25% 也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了 人民币升值了一些 那么我周五的视频当中说过了 这个股汇双杀完全取决于 中国的这一批储备货币的用途 如果它用在股市上 那么可以股市维稳 如果用在汇市上 那么可以进行汇率的维稳 但是它的量也就那么大 所以说它只能在两个市场中选择一个 那么现有来看的汇率市场是更重要的 所以说这笔储备货币 储备资金将会用于 这个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那么只能牺牲这个股市了 周二周三这个股市的趋势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之前说这个股市的上涨 由于最核心的原因是 机构不能竞卖出了 那么国家队的钱进去之后 就可以推动这个股市的上升 那么现在既然这个国家队的钱 要撤出来了之后 那怎么办呢 还让这个机构不能抛售吗 这个就不公平了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机构肯定也是会汇聚起来 要求跟国家队一样的出逃 既然你可以跑 那我也当然可以跑了 你当初不跑的时候 我也可以承诺不跑 但今天你已经跑了 那我当然也应该享受全力跑了 那么我想这个时候这个证监会 这些监管机构就没有办法 或者说没有道理 必须要求这个机构挂在那里了 因为机构如果还挂在那里 就真的是任人宰割了 任这个散户宰割 这个不可能的 牺牲的还是散户 这个韭菜还是散户 散户还是韭菜 所以说那么如果允许机构竞卖出来 如果允许机构出逃的话 那么这个未来几天 A股的这个市场将参不忍赌 这是我的预测 啊